大家好 新聞大解讀 我是主持人胡宗信 第一小時來評論最近的國內 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的黨政形勢 我來介紹三位貴賓 第一位台南黨黨主席劉伊德先生 胡大哥好 大家好 高雄思議員吳一鎮先生 胡大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洪孟凱先生 胡大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孟凱兄已經宣佈參選立委 所以我們希望正如我們這個節目 我特別強調 我們是從國家認同 直擊於這個基層草根 我們特別重視來自 像我們今天也有北部 也有南部的基層草根聲音 我們來看一段新聞 這個新聞大家忽略了 但是今日的香港 名字的台灣已經發生了 請看 封面上大大的滾出中國 不知道是不是太敏感 台灣竟然有快遞公司禁運 活躍於香港文化界的 湘江才子梁文道 在臉書po文上週到台北見朋友 買了一堆書 請酒店安排寄送回香港 卻沒消沒息 這才收到酒店的回覆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 及書冊內容有管制 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已經先拿出來存訪 梁文道說這家快遞公司就是順風 但什麼書這麼敏感 快遞公司也不敢送 包含滾出中國 探討中國民族主義 光書名就可能卡關 大辯論是介紹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起源 還有思想史有革命 威權甚至啟蒙運動的敏感字眼 不過梁文道也質疑 是快遞公司有專人檢查書籍嗎 為什麼不選擇原本合作的快遞公司 只挑順風 難道一國兩制 已經推行到台灣了嗎 立委泡翁快遞公司 不該自我審查 成立於2007年的 台灣順風回應 他們是港資 在官網上就有審查訂單 依各國海關管制處理的字樣 也住民有權開封查驗 不證實梁文道的個案 但梁文道買書事件 確實觸動中國敏感神經 港人都跳腳了 台灣人能無感嗎 我看到這個新聞蠻訝異的 這幾天前的民視新聞的獨家披露 你看從台北寄書到香港招聚 作家梁文道先生 他非常有名的 在香港一位政治評論者 也是他類似我這個節目 也是主持著每日一書 有香港的每日一書 他常常介紹書籍的評論 台灣開始一國兩制了嗎 滾出中國這本書 我剛好拜讀了 他是一位西方歷史家描寫 1895年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 其實這本書並沒有惡意的 是分析甲午戰爭以後 一百年來的中國民族主義 書名就這樣子 可能這望文深意 那我想起來在戒嚴時代 馬克思維博 我們知道維博是德國社會學家 但看到馬克思就以為是 以為是那個共產主義的 開山主義馬克思 其實都兩回事了 這個一個是 馬克思 一個是MAX M-A-R-X 一個是MAX 反正通通馬克思 以前這個景種的 真的是 真的真的發生 還有一本叫大辯論 也不過缺少西方保守主義 思想主義 自由主義 那思想史呢 有問題嗎 這個新聞這鬧大了 我覺得 難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嗎 我看有所感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好好辯論一下 來 伊德 我記得白色恐怖時代 台灣有一句話 警鐘在哪裡 警備中部 人人的心中都有警鐘 你自己就要先知 現在這個時代改變 台灣自由開放 但是人人心中都有共產黨 現在開始了 大家 這個東西 你如果經常去找共批 去找中國那些 這不可以說 你不要被點名做記憶 都變成這樣 台灣人已經自我限制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到現在 對中國沒有那種危機感 沒有那個危機意識 沒有敵我意識 這很嚴重 其實我們知道台灣 這幾年有很多糟糕的事情 美劍都跟中國有關係 這不是說我反中 反過頭的派他派他 你仔細回想 我說經濟 經濟怎麼會這麼壞 怎麼從馬英九八年 陳水扁 陳水扁是在後半段就開始了 再來跟小英 還有兩年也失敗 是怎樣 資金都流去中國 被吸金了嘛 人才被吸過去 技術被吸過去 台灣空氣了嘛 經濟壞的原廠也是中國 再來 現在每天在插空污啦 每年以前台灣哪有這麼多空污 現在每年十月十一十二 一二三 這半年空氣都很糟 當然裡面也有大概百分之五十 是我們自己國散的 台灣的言人說自己噴 有一半是從中國背來 你看那個空造圖 衛星空造圖 空污也是中國來的 抵安賣 抵安是怎樣賣 你如果按照做的 現在幾乎道上人物都知道 擠湯也過了 事情發生擠湯也過了 那治安怎麼會好 犯了事情 可以逃到對岸去 我告訴你所有的東西 包括這個東西就是自由 我們的思想自由 我們的言論自由 也很明顯被影響 這個影響不是說 政府在那邊控制 還是阿公直接來干涉不需要 你自己如果還要跟中國做生意 你快遞公司還要做中國的生意 你連香港也都不敢擠了 很簡單 所以台灣人好像清水 滾水在煮青蛙 一開始冷冷 水雞肉在煮 大家不覺得有什麼負責 其實你慢慢煮煮煮 煮到最後你就聰明了 所以這個敵我意識 中國反控共產黨的意思 其實政府要帶頭 結果我們政府沒有 政府還是在告訴百姓說 我想把經濟搞起來 我會跟中國弄好關係 連我們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都是這樣的思維 今天黃天玲教授 在自由時報有一篇就在寫這個 如果連政府都沒有敵我意識 沒有帶頭 讓台灣的百姓知道 中國的恐怖在哪裡 一項一項都一直不去 經濟也不去 空氣也不去 自由也不去 慢慢也不去 大家要有提高自己的警覺性 好 我來馬上引用 剛好我就是 我們這有默契 我就是要引用黃天玲先生 我們的也是銀行界前輩 他寫說 民進黨的經濟論述缺乏 缺乏 沒有錯 缺乏主題論述 這篇是一位 曾經擔任圖書管理員的 叫做張勳慶先生投書 他的書被誰禁運香港 問得真好 你看一個小市民 以及一位銀行界的大佬 馬上來做出回應 我們缺乏這種主題的論述 我在昨天特別介紹這位叫做 伊斯安 美國的中國震撼 他的比喻 說二戰前 西方國家 主要是指英國 法國 美國 低估了希特勒 造成二戰的爆發 他的論述 中國震撼 其實台灣也有中國震撼 於是 我把他的書 其實他早就寫一本書了 這位 伊斯安先生 他懂中文 他中文非常好 常來台灣講學 中共攻台大解密 這裡面 不要說 除了軍事以外 其實統戰 第五中隊 早就進來了 這益政兄 站在一個南部觀點 當然大家也開始思考說 比如說韓國瑜市長 他公開承認 是唯一目前為止 是一位當選縣市所長者 承認 公開承認九二共識的 請你評論 也當然請孟凱 你們從政同志 也請你評論 包括這整個現象 包括這位香港的人 因為這位作家 事實上我也常跟他同台 過去在香港電視台 他的確是非常有深度的人 他我認為他是一個 本身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他都蠻訝異的 寄書到香港去 其實這本書 是西方人描述 一百年來的 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史 結果萬文生意 馬上把他當禁書了 太可笑了 來 逸正 我在講這個 到底中國跟台灣 兩岸之間的整個互動 或者是統合 或者是整個 到底哪裡不一樣 他都知道什麼 民族制度不一樣 還有哪些不一樣 那到底哪些可以忍受 哪些不可以忍受 我現在回想 我當成功領大專兵訓練的時候 我是去成功領做兵的時候 你知道做兵 尤其是被訓練的 你的行動自由 你連講話 你都不可以有自由 那一件事情的是非 不是按照你的正常的判斷 你不能說 明明是是 但是你現在規定 你不能說的是 你就要說非 那時候我嚇一跳 好 我在特製 要考慾餘館的時候 多認真 比各種考試更認真 我考到全校前幾名 我走這邊 我要當軍官 不是 我不會讓官 不會讓那種連思想 都不能按照你真正的想法 而表達 那是太可怕的事情 然後包括說 說大家我們到底 那制度以這個香港技術來講 大家提醒我們坦白講 對我來講 我們這種念政治的 沒有哪一種是最好的方式 左派 右派 你是統或獨 你是 你整個制度 到底對人民是最有效的 哪一種方法 對人民的尊重的自由 跟所謂的經濟的生活過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制度 其實我們是liber到這個程度 我們liber到這個程度 去審視的 但是真的是 就像這一件事情 如果香港這件事情 為什麼香港 你是經濟這麼自由 如果這種生活方式 如果你適合這種方式 你可以去住香港 如果你不想 只有經濟 但是也沒有這樣的自由的話 你願不願意 你就會可能不見得會喜歡香港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很多朋友 他說這個生活條件 社會條件 經濟都很好 可是他很覺得他很不自由 覺得到新加坡 那種說不出來的那種 還不是說我們台灣人 不是美國人 是大陸人 然後他覺得到香港 到台灣 到新加坡他都住過 他發現新加坡 他住不習慣 那種社會壓力實在非常強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一個生活方式 一個大環境 那包括我們高雄最近 為什麼這次會經過二十年的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是很自由 很解放奔放的 那但是執政太久之後 變成這次為什麼會大家意外翻盤 在我們住高雄來翻盤都不意外 為什麼 整個不管是民意代表 整個公務人員 他的思考 包括生意人 他最近碰到一個 一個年輕的中小七 他說 你有在的 大家那一天他有宴客 在我那一天 林委員你怎麼知道我最 我爽 你這麼國民黨 我看不出來 沒有啦 不是啦 我們是沒有政黨 但是你怎麼知道過期 我們吃飯 吃飯不跟黑白公政府的不好 講的人會記 人會傳到這樣 你培養政府 你敢培養 也許政府 也許陳菊沒有那麼壞 也沒有那麼要求人家這樣 可是形成的那個氛圍 變成是這個氛圍 我插一下 因為蔡總統 他對蘇院長說的 蘇院長知道蘇在哪裡 說給他聽 我們不要講別的地方 說給蔡總統跟蘇院長聽 蘇在哪裡 高雄市 原因 那我想最近我在辦 我們上禮拜 因為韓市長上台說輕軌 他不是說停電 暫停 暫緩 先聽聽大家聲音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還好 暫停要聽 不是說不想林家瑋 上台就廢掉 沒有經過討論 就直接廢掉一個東西 那其他人不是全盤否定嗎 其他那些都王八蛋嗎 都不曉得都沒有專業嗎 你可以相反的意見 沒問題 你必須停出論述 檢討 第一個 那我就 因為我要辦一個公聽會 然後就問問大家意見 然後結果去我們議會本身 週末停電 不是 整修 所以說沒有電 所以我就外借 我說我們總圖書館 不是很好嗎 就問看看有沒有這個可以 週末有沒有時間 可以有空間 結果圖書館的館長 我跟他算不錯 然後都能夠互相體諒 他居然 我問他說 可以借嗎 付錢也沒關係 不用說公家 我也是市議會 也是公家機關 不要說民間 他說我請 講什麼 我就要討論輕軌的庭建文的問題 這跟市長的論調不一樣呢 我請示一下 我就請示半天 到下班還沒有說 館長到底是怎麼 不好意思 吳議員 說不好意思 上面跟市長的生活不一樣 他不敢借完 我從這個 我市長 就這個氛圍讓公家機關已經 你看這種思考 那韓市長 我相信他不是這樣 我相信他不是會 我相信他沒有問到市長這個層次 不管怎麼樣 就說這種不自由的空氣氛圍 讓你沒有感覺 你絕對沒有感覺 現在臺灣享受這種沒感覺 當你被限制的時候 你才知道 大家好 我坦白講一句話 如果我輸30萬票 我做行政院長 我會頭低低的很愧疚去 我是指新北市選舉 我公開講 一路上 蘇院長 也就是蘇市長候選人 以及他的側翼掩護 是不是打後面作戰 我公開說是 我特別打電話給何友宜先生 是他打電話給我 問我一件 我說你只要正面能量就贏了 我唯一是跟 市長候選人打電話 我到現在也沒跟他通過電話 也沒見過面 正面能量就贏了 蘇市長知道原因嗎 為什麼林宥昌代主席說 台灣人沒有欠利民進黨 知道原因嗎 其實蔡索英長在東方基東 噴噴叫我知道 不要一天作秀 我坦白講 輸在哪裡 好好檢討 到目前為止我公開講 我還沒有看到 任何民進黨人士 公開說問題在哪裡 於是我只好找其他黨 我公開講 包括羅文嘉準秘書長說 品牌不好 好啦 品牌很好啦 品牌不好嗎 這不是重點嘛 好 我當然要先從這問題 因為這今天做看標誌 是不是失手不知道 先請孟凱兄幫我們解讀了 吳敦義主席出招了 打兩岸牌 將率南十五所長登陸 我這不得了耶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要求證 這個周刊標誌要小心一點 我說是假設 如果為真 那至少一般社會氛圍 我要這樣講 其實這一次是誰救了蔡英文主席嗎 習近平主席救了他 坦白講 太強硬的談話了 強硬到民意反彈嘛 所以當然這個新聞 我說先保留一下 如果為真的還得了啊 等於是朝共外交磕頭外交 我這樣講 先從這個切入 然後告訴我們 新北市為什麼侯友宜多三十萬票 這兩個問題 孟凱你要選立委的 一定知道原因嘛 來請 我想先直接回應這個主持人 就今天的這個報導 這個報導 目前來講 我們都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證實 而吳敦義主席 確實過去我們在國共論壇 都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慣例 其實對去年到前年 吳敦義主席2017年上任之後 其實就已經有在規劃說 希望是能夠去國共論壇 那那個時候也是吳敦義這邊要 我們那時候的規劃安排 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要黨主席跟黨主席 互相的一個這個高層的一個碰面 那也是吳敦義主席代對 只是因為他卡到一個520條款 就是總統副總統三年卸任 不能到中國大陸 也因此我們就沒有辦法成行 那現在這個週刊只是他用一個推論 就是說到今年的5月20號 吳敦義主席他就是三年期任滿 三年期借滿 他就可以去中國大陸 可能他們就開始在揣測或推論 是說那520之後他就要帶對 那帶對當然是要多少人去 什麼樣的規格 其實目前黨中央這邊都沒有一個定案 所以說這個標題當然看起來非常聳動 但是跟我所了解現在狀況其實是不合 那請問你這個為什麼市長參選人在新北市 輸30萬票30萬票是總統選舉的差距 把原因說出來說給市長說給民進黨聽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民進黨從來沒有檢討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敗選的原因 不要拿網紅拿一隻貓跳來跳去對不對 那沒好那都假的 來原因在哪裡新北市 我覺得也是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 當然因為過去八年是朱立倫執政 那朱立倫執政他的政績如果好 他就會延續到侯友宜 因為朱立倫跟侯友宜是一個團隊 如果不好那確實就會受到挫折 其實現在民眾很多人講是說要看政績嗎 是不是看人家的發言夠不夠辛辣 或說這個夠不夠苦手 夠不夠搞笑 但是我相信 因為這個是縣市長級的選舉 大家生活在這邊還是有感 四百萬的人口在新北市二十九個行政區來說 其實確確真真都還是有感受到 朱立倫過去八年的一個改變 也因此因為朱立倫過去八年做得不錯 延續了這個侯友宜 當然他是有戰的一個天使 再來第二個部分 剛剛主持人也特別提到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選戰來講 大家其實厭惡藍綠對決 厭惡藍綠操作 大家更不喜歡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投給哪一個政黨不可 其實我雖然是國民黨的 但是我也不說 一定要說你是藍的 你以前是藍的 你就一定要投給我 不要 我們應該的是說 這個候選人的特質要拿出來 那這一點是剛剛主人特別提到 兩個候選人拿出來做比較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明顯的差距在這一次選戰選法上面的一個策略 一方他是一直抓住說這個侯友宜 他之前的一些什麼弊案 什麼老舊的案件 然後一直不斷的攻擊抹黑批評 那甚至還有看到那個時候 蘇貞昌這個候選人的時候 有一個拍間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拍度的部分 那透過現在的這個手機 透過現在的網路即時傳出去 當然會讓大家看到最真實的一面 那另外一方 其實候友宜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但是我是覺得說他這次選的是一個 讓人家覺得還算不錯 清新亮麗 就是他是一個正面選戰 一直強調他是候友宜 安居樂業 也許大家覺得是說 這根本就是像口號 但是有些時候民眾就是喜歡這種 簡單幸福的小確幸 所以我覺得終關這一個部分 那再來還有剛剛這個議政議員 其實也有提到 我真的再補充一下 高雄這一次為什麼也輸 其實我們那時候12月24號 在韓國瑜就任的前一天 我們下去了高雄 在一個餐會裡面 就有飯店業者跟我們講是說 你知道為什麼韓國瑜這次贏嗎 韓國瑜贏了給我們什麼感覺 我那時候以為是想說 開始發大財 他說其實不是 發大財還沒那麼快 但是讓業者都輕鬆了 什麼叫輕鬆了 就是他們過去十年 十幾年下來 他們說他們一場餐會裡面 他們不敢去批評或者說去討論說 現在政府到底有什麼做不好的地方 因為英公如果說講了一個做不好的地方之後 不到三天 馬上就會有來查水表的 建管的 消防的 安檢的 衛生的 全部都來了 那我當然沒有去說真的說 你有沒有案例拿出來 可是這個是業者普遍的心聲 所以我想一個政府 如果說他沒有啞亮接受人民的批評 沒有啞亮接受人民的建議 而認為說每一個建議都是唱反對的 都是反對黨的話 這樣這個政府就是極權政府 我們過去很討厭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什麼極權的 我們很討厭 那台灣是民主的社會 我們就更應該享有這個民主的一個言論自由 這也真實為什麼我們要回應這些香港知識分子 梁文道先生是我非常配舞的學者 他本身也學哲學 也在香港主持類似每日藝術的節目 他是非常優秀 他沒想到台灣 竟然 這個行業竟然有一個政工處長在裡面在管 等於是這樣子 所以我向大家預告 一個月至少一次 我已經公開邀請了 在春節前還有另外一批 香港的律師 教授 學者 媒體人 以及各種專業人士 至少一個月 他們自己出旅會 來回自己住旅館 來上我們節目 他每次走前都非常非常感謝我 說謝謝你提供平台 我說我敬我們公民責任 我非常清楚 如果我們台灣人不聲明 聲援你們 支持你們 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所以我特別把這個新聞 作為破題之用 這是被 You are fire 被川普總統解職的 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James Comey 叫做詹姆斯 Comey 他最近出一本書 向誰效忠 你看他英文書名塔 有更高的忠誠 因為川普總統把他找到白宮辦公室來說 你要對我忠誠 因為真相是 川普曾經在選前到莫斯科去 在換店召妓 這個妓妓在川普的身上灑尿 他講的 那FBI拿到這個錄影帶 拿去給川普 川普說把他銷毀 然後川普說 我有潔癖 絕對不允許人家在我身上小便 那問題是有錄影帶 於是 最後被解釋了 這本書有這個內幕 他提出說 什麼叫更高的忠誠 你看 事實 謊言跟領導 我最壓抑是 某電視台 在選前一天說 何友宜跟蘇文昌民調 差一趴 這種民調都能造假 你看 民進黨到現在為止 正換了這位 康明所說的 真實跟謊言跟領導力有關係 如果蘇院長 你不願承認這些過錯的話 事實的話 我不認為你會做多好 雖然我祝福你 我特別注意這次現象 選舉 其中海嘯 哪個地方 後面選舉一定敗 我一個地方是陳其邁 沒有後面選舉 我公開講 陳其邁現在沒有 他跟韓國瑜現在有默契 沒有 你看 台北 器官移植 文化大學 宿舍案 後面選舉 所以好好思考一下 我希望民進黨 一定要抱著佛陀的胸襟 佛陀告訴我們 雖然我是基督徒 我要引用佛陀的話 敵人就是老師 以敵為師 請記得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再同溫層 千萬不要雌雄同體 好 我們進一步來論述 目前民進黨黨政的作為 這是我們今天探討的 我贊成 公元宴率先禁止使用華為 因為美國已經警告了 如果台灣的軍情系統 軍方跟情報 繼續用華為的話 美國將停止對台軍售 很嚴重的話 所以公元宴率先做了 蔡總統到底要不要連任 這題很危險 為什麼 四大老可怕還會再發表公開信吧 你做得好 只能做得對 不要太多了 蘇文昌主閣說 蔡要我全權負責 問題是這個閣員三分之二是留任的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直播時代耐性才十秒 才一秒啦 觀眾都秒轉啦 還十秒 但是也不要太迷信啦 像陳其邁副院長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不認為網紅一隻貓轉來轉去 就被呼籲 也不是這樣子 他人耐啦 但是也不要相信什麼網紅啦 當紅才是紅啦 不是網紅啦 好 我倒佩服賴清德 其實這個謝任演說 充滿著國家元首的高度的 面對中國是不用講的 一國兩制九二共識 還憲改 他的具體說法 你看喔 我覺得這邊談話蠻耐人行為的 莫非你要等2024嗎 還是形勢好好轉 蔡賴佩嗎 來他提出三個問題喔 一國會議員可考慮兼任閣議 那這不是英國日本的內閣制嗎 二國家利益優先的政黨文化 那那那就是這一位說的嘛 科米說的更高的忠誠 五國家利益 人民福祉 公平正義 道德良知 好 第三 台灣應團結共同面對中國 這我同意啦 好 你看喔 歐洲議會發表聲明喔 認為一國兩制是失敗模式喔 他是指香港耶 有沒有記得 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 馬照跑舞照跳 現在啊 從香港到廣州的那個高鐵啊 你進了香港站啊 公安可以抓你啊 報紙有報導 所以歐洲一月發表一國兩制失敗 結果習總書記習主席 靖民兄你說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等同啦 大家聽到要死啊 好 關鍵是 民進黨 雖然一月一號 蔡主席回應很好 但是 後續作為 我同意王浩威精神意識分析喔 他分析很好喔 沒有信任人力的民進黨 人家相信你民進黨嗎 偏偏拿來看看 我看很火大喔 我三審又定驗了 現在民進黨輸 我在創的蛋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的林德烈高 三心喔 法官是會轉向的啦 我看了今天雪差的 我那個雪真的太冷冒出來啊 不是檳榔汁啊 雪太冷吐出來啊 欸 黨廠會到帛琉考察 我跟各位講好不好 這棟旅館 早就由國民黨賣個誰 賣個seafood廟天啊 那你去考察什麼 對不對 產權在seafood手上啦 就seafood的seafood啦 廟產的似乎叫廟天啊 對不對 那你去考察什麼 你說啊 我們為了黨廠歸零啊 吃歸零糕吃了一兩年啊 看到這個新聞 水會不會吐出來 同樣的我好意啊 國玉兄 不要向政治爆發戶好嗎 還有曾經是我同事的 潘恆系局長啊 不要再玩這個遊戲好嗎 跳愛河拼觀光惹異 他說有弘寒必反沒有吧 我建議好不好 國玉市長跟橫系局長 請太陽花馬戲團來就好了啦 對不對 不希望去跳愛河啦 這個收主意到此為止好嗎 來我們針對兩黨的黨政 來眾多評論請 宇德 秀先生我來說一些內閣改組 這個內閣其實沒有改組啊 都大部分都老面孔 實際上說 照顧我是很天秤 但這有段沒法失望 我通常來我們的節目說 三神聰 宣書怎麼傳演 當時才傳演而已 說要做行政一定要 結果真的要做 府議長是高雄宣書的 高雄部長是台中宣書的 拜選人 人家一定會這樣笑 不如說真的啦 我們台記有一個話 我覺得很好很好玩 台記有一個話說 一記二文三文書 這句有什麼意思 一記二文三文書 第一句就是說 你如果有人幫你提拔 你就起來了 你不用很厲害 那三文書就有 文書排在第三 你沒有本事沒有關係 你排在最後 只要有人拉拔 有人要幫你記 你建頭 動彎的也可以做 可以做官做部長 一記嘛 二文靠文去 在那大方水 吹來吹去 吹到那個閣剛才沒有人 對你 如果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官位 是用這樣決定的 我告訴你 新鮮蘭球 沒辦法 怎麼來就沒辦法 因為 真正好的政府 好的政黨 你就要把八成 覺得這個人不錯 你要把他拉出來嘛 還是說 你發覺這個人 他沒有包袱 雖然意見跟我相反 我最近經常說一個就是 這個中古立書 統改有名的 李世民 唐太宗 我們都知道他一個 說說 這個叫做衛徵 都不會 經常說一些 他不想聽 但是大家不知道 衛徵是什麼人 衛徵就是 近前那個建成太子的 最高幕僚 他經常建議 那個建成太子 跟李世民 跟李世民 是很 很糟糕的政敵 但是 李世民這個人 他沒有 無差 你過去我把他反對 但是我 我幫你總用 以前你的意見 我聽得很不爽 我也幫你用 一個要做好 的領導 才好的總統 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們很可笑 我們看到這個 改裝就比較快 到來跟去 就那些人 過早 三分之二 都是留任的嘛 純真衝說 這個人 我一定 我一定 我一定都 找他們用過的人 這表示這個 這個團隊要建議 一年後要建議 國民黨 我是很悲觀 我不是在唱歌 但是 有時候你到過來想 我能不能請教 卓榮泰是黨主席 跟這個羅文家秘書長 你弄這個組合 你怎麼評論 我一定要請你評論 我說我真的敢評論 我覺得他會找卓榮泰 卓榮泰本來就是一個無聊 他不是領袖 他只是 中生代 他第一點不想說 我當主席要去樓 回來做 所以就挑一個中生代 這個中生代裡面 各派系可以勉強接受的 最大公益就是卓榮泰 卓榮泰如果不出來不行 不出來因為 柚榮泰喜歡小英 你如果萬一求 柚榮泰拿去 整個洞都在賣 外面就賣 裡面又賣 洞來又賣 這樣小英會收費 小英他一切的考慮 就說我平穩 把這個一年多做完 能平穩做完 才有機會再選下一次 他都在想這個 說實在 如果整個政治 整個頭腦都在想自己 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政治前途 其實一定做不好 那羅文嘉當秘書長 我覺得羅文嘉 比那個 卓榮泰更適合當主席 他有論述能力 羅文嘉有比較強的論述 其實這個政黨 其實他還是一個 我能不能猜一下 我能不能猜一下 我不能好壞 一位人士已經離開黨政職務十年來 回來操盤選舉 你不會剩一旦 我留意我剩一旦 我公開這樣說 而且我強調 公元兩千年一九九十九選舉 羅文嘉沒有沒有在這個匾團隊 跑到澳洲去 阿美還要不要切齒 我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現在變成飛天長地 好厲害 還原真相 對不對 我是講事實 我對文家沒有什麼惡意 不過其實民間 你罵他就說 你最半四人 就是阿扁把你拉起來 阿扁有險 就是你走去 你還是就離開了 沒有 走到惡走去嘛 這個道義可能會被懷疑 不過這樣我告訴你 我剛才說羅文嘉 比卓榮泰適合 他自己有一些 獨立的論述能力 就是說民進黨怎麼走 他可能 我問了說一個人離開黨政十年 回來操盤 今年是總統立委選舉 你不會剩一旦 是 但是喔 現在民進黨 黨和政的關係 如果 如果是照這樣走下去 其實黨只是那個政的傀儡 所以你換什麼 都要聽蔡英文的 全力在蔡英文手上 你黨沒有什麼 但黨為 黨為可以超越黨 就是把民進黨 舊的精神找回來 把你的論述講清楚 這樣讓政跟著黨走 黨為有辦法 那我能不能引用黃信介的話 那民進黨就是總統 有廁所裡的花瓶喔 是不是 差不多這個意思 我現在民進黨有救 講話是很重 但是不是如此嗎 我現在民進黨現在要有救 他說他的論述能力 跟引導的能力要超越黨 讓這個黨再挖起來 回到以前那種 敢跟強勢的中國抗爭 跟民眾結合作會 起來衝 那種的情形回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是 就是剛才胡大哥講 他基本上是民進黨 政割英文的一個回憶 就是這樣而已 我當然不是唱衰民進黨 但是一一二四海啸以來 表現怎麼樣 我畢竟 我跟你講我今年做記者 第四十年了 我已經做四十年了 我畢竟看多了吧 政治人物看多了吧 坦白講 如果民進黨這樣下去 我引用一位我非常好的 民進黨籍的立委朋友說 目前民進黨的立委 普遍幾乎都有喔 集體焦慮症 因為他們只要會掉一半 結果你們黨這種布局 包括這個 大家來做網紅 什麼時候變網紅那麼重要 全世界從來沒有人在做網紅的 只有台灣 大家拼命做網紅 來看一段新聞 公公手好麻吉 蘇貞昌回國行政院長第二天 率領政院三長到立法院拜會 第一站先向立院龍頭 蘇嘉全拜碼頭 兩個屏東人信信相惜 蘇院長 是我一路追隨的政治的前輩 從我在屏東選議員 一直到選立委 還有縣長到現在 蘇院長是從台灣為 拼到台灣頭 玩一路的好夥伴 那往後我們委員再叫蘇院長 我們兩個都要回頭 所以搞不好以後要稍微 做這一方面的分別 到底要怎麼稱呼 行政院的蘇院長 還是立法院的蘇院長 是大S跟小S還是怎麼樣 那我有一個小小建議是 以後凡事比較困難 複雜的問題 那就請坐在主席台的蘇院長 直接處理 那比較簡單的再教我 來回答就好 來個蘇院長大睡夠口才都不是蓋的 前一天蘇貞昌到桃園機場 視察朱棍 對著房檢官員一席話 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蘇貞昌當場電房檢官員 不過被媒體形容是標罵 他可要澄清 曾辦同仁都做得很好很努力 那我是有肯切的要求 但並沒有發脾氣 如果以我的脾氣不是那樣子而已 那我現在已經2.0了 比較沒有脾氣了 雖然說是沒有生氣 但以治軍嚴謹出名的蘇貞昌 在任格魁 一字一句恐怕讓官員皮都崩橫進 很多觀眾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在主持或評論節目的時候 這個板著臉孔 也是前海軍總司令顧崇林先生問我 我說國家大事可不能嬉皮笑臉 坦白講 剛剛兩位自稱大S小S 自稱前輩都不妥 立法院長行政院長是相互監督制衡 雖然你們是同黨 看看看看美國的回鍋的國會議長 中院院長這個蘭斯伊佩洛奇 他對川普的表現 我說這是人物 所以他 他的兒子說我媽媽 把你頭砍下來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在流血了 脖子在流血 這就是監督制衡 我覺得你們講的話 而且說這不是我脾氣 蘇院長 那是網紅的話你不要講 那個給沈玉琳去講就好 給方便無大事就講就好了 國家大事 是不能嬉皮笑的 我這樣公開講 顧崇林當今跟我講 他說蔣經國 當然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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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行政院長到神敗都不妥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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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一番談話救了他 但救了他 能撐多久也不知道 過了榮栗春節再講 倒是賴院長話中有話 很像準國家元首談話 還講修憲 還談國家利益 還談共同對付中國 這不像謝任行政院長 該說的話吧 他在布局 包括 黨的常委在帛琉 去旅遊就好了 為什麼被考察 而且這一棟 已經從國民黨黨產賣給 師父的廟廳師傅了嘛 你看這種作為 我看你說我會不會生氣 而且 所有的官司裡面 黨產官司就是我 我被告 桑審 我請律師查 五位法官已經評議 隨時會公布 我知道 我可能會輸掉 因為法官看風向 法官就東廠 就警衛衛 知道 結果我被人受害 只是讓張少春告我 金融 金融改革到後來 我們是受害者 我也不在乎 被告剛好凸顯問題所在 但是如果民進黨如此不長進 我這樣講 我以上談話是 愛之深則之切 希望你做好 不然國民黨就回來執政 不然我寧願讓那小黨那湖上來做立法委員 有沒有你看我都邀請年輕人來上我節目 為什麼 我寧願這些新鮮面 新生代湖上臺面 總比你們這些兩黨的老油條好吧 來 逸政 我談到羅恩嘉 他他上臺講的一個就是有講兩點 然後第一個 他說政治人物常常因為他有休息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會回到一般人的生活 那他提到又政治人物常常忘了 人民的整個需求 有時候都忘了 這根深我脫節 第二個他是講國民黨 其實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還有很多黨也都忘了 你存在的存在價值 都不記得 所以說我們的 不管兩岸包括憲改 明明知道新政院長十八年換十六個 這個制度還都不用去面對 去討論誰執政誰當總統就不管了 在野的時候 只要一下來就會討論 一上臺都不管 我覺得這次大家都是沒有去面對 不管是兩岸 包括是我們的政府的制度 我們的憲法 包括我們的問題 都在戶須包括去考察 那個都是一樣 不管任何黨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記得我在二零零九年 有一次去波士頓 我們去看一個Big Dick 大挖掘計畫 波士頓他是一個美國 比較先進跟芝加哥是比較開發的國家 比較開發的城市 所以高速公路那時候有車是一個很進步的觀念 高速公路在城市裡面跑來跑去就比較進步 那但是他們要把所有的高架橋 因為空污 因為噪音 所以他們第一個要把全部拆除變成地下化 叫大挖掘計畫 那我們就去考察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是因為 因為那個有去看那個行空中心二十四小時的 所以我們就排禮拜天 禮拜天去的時候 早上外交部人一來就說 我就說 我說我看到他 我們就吳彥彥 你們好 我說謝謝不好意思 禮拜天找你們來考察 還讓你上班 結果他居然眼淚馬上掉下來 那個秘書在那邊待五年了 那我就不好意思 說莫秘書 不好意思 我們行程比較趕 然後就排禮拜天 再次跟你抱歉 結果他怎麼跟我講 我吳議員 不是我掉眼淚 不是我禮拜天早上出來 我是感動掉眼淚 他說我在波士頓五年 波士頓這個大挖掘計畫 是進行了十年 幾乎這十年 全世界有關都市計畫的學者專家 官員 地方官員 甚至交通官類的官員 來到波士頓都會指定參觀 這個他們的計畫 這五年 台灣所有的 只要到東岸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縣市長 立法委員 或者相關的學者專家 到東岸 大部分都會到紐約 去華盛頓 去波士頓 去哈佛 MIT 張格光 沒有一個台灣來的 沒有一個官方的 不管是學者 或者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所以要去看Big Dick 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在我們 波士頓的外交部發生過 需要我們安排的 你們高雄市議會 是第一個 是第一個來 我講的是說 這個我們做很多事情 都在做務虛 然後都沒有在真正 在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台灣 你說你說兩岸 人家大陸進步那麼快 難怪台灣 你說我們兩岸 我們民主制度比較好 但我知道自由 它是必要條件 但是自由的民主 應該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不是說 真的是一定要威權 經濟才能成長 我也不認同這樣 是我們的政治人物 太不務虛 我們的人民 太縱容政治人物 這個才是造成 我們台灣現在政治 本來是在跟拼的 真的變在拼拼 拼拼拼 這個是我們自己 我覺得我們都 我們是民意代表 也是百姓 我覺得我們都一起要有公民的社會 自己要懂得判斷 說我們臺灣 你說你說兩岸 人家大陸進步那麼快 難怪臺灣 你說我們兩岸 我們民主制度比較好 但我知道自由 它是必要條件 但是自由的民主 應該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不是說 真的是一定要威權 經濟才能成長 我也不認同這樣 是我們的政治人物太不務虛 我們的人民太縱容政治人物 這個才是造成我們臺灣現在政治 本來是在跟著 真的變成在拖拖拖拖拖 這個是我們自己 我覺得我們都 我們是民意代表 也是百姓 我覺得我們都一起要有公民的社會 自己要懂得判斷 報告吳憶正兄 是第一個提出高雄必得 不是韓國裔市長 也不是陳吉邁副院長 是吳憶正先生 他在我節目宣佈的 我就請教選後 司法改革有嗎 金融改革有嗎 有啦我變成被告了 還有幾位媒體的人跟 跟那個民代都被告了 所以是改革呢 變成紅包紅利了 招經去 黨產歸零 黨產歸零變成這樣子了 這個飯店 徐世昕雖然失言落選 他在之前 他就是這個飯店的總經理 他落選後 本來要回到這個飯店 重新當總經理 結果這個柯市長 請他做客委會主委 還需要考察嗎 這失產 也就是 民進黨 你讓我信任嗎 請教你 我正在旁觀折 來 孟凱請 再一段 是 我想 這一次的那個改組 確實讓大家覺得是說 沒有這個太大亮點跟心意 為什麼呢 因為百分之八十的 這些官員都是留任 真的換的就是賴清德院長 但是我們說一個不算 九合一大選 落敗民進黨 十一月二十四號 輸得那麼慘 難道是賴清德的責任嗎 我想這個 大家都很客運 跟公允跟客觀可以來看 而更重要一點是說 那個時候我們必須 為賴清德來抱一個不平 就是他那時候接任 隔魁的時候 他下面的隔員 也全都不是沒有換 所以說百分之八十的 那時候隔員 其實是賴清德 就是承接之前的 林全的這個整個團隊 然後一路這樣帶過來 那現在 這個蘇貞昌又講是說 蔡英文總統答應說 人給他找 然後這個事情給他做 那異數其實是 言下之意 我看到這個報紙的報導 我言下之意 只感覺到就是說 那意思就代表是說 過去賴清德擔任院長的時候 難道人都不是他找的 難道事情都不是他最後決定嗎 所以某種程度上 好像就變成賴清德離開 就是一個戴罪羔羊 但另外一個部分 我想國民黨絕對沒有 這個輕鬆的本錢 國民黨我也認為是說 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有講是說 雖然說什麼戰敗者聯盟 這個來講對我來說 我個人認為是不妥的 為什麼 很簡單的道理 陳吉邁也好 林佳龍也好 他們都五十多歲的一個政治人物 他們還有沒有明天 還沒有未來 絕對有 那他們現在一個佔據了行政院 副院長的角色 一個佔據了交通部長的角色 這都是手上滿滿的預算 以及滿滿的權力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他們就是想的是四年之後的高雄 四年之後的臺中 換句話講是說 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一定是要更務實的 更小心的 更謹慎的 去做每一個市政建設 尤其有些地方 大環境 基本盤 不一定對國民黨有利 所以這一點 是我必須要跟我們國民黨的人 好好警惕 不分藍 不分綠 共同的是為臺灣好 這當然是最重要 但是重點是說 如果你要保有說 繼續執政的一個條件的話 你就一定要認清對手 瞭解對手 並且尊重對手 才有可能得到對手的尊重 最後我們也要講 我剛剛認為是說 這個網紅的部分 我也非常贊成主持人講法 網紅話 不管是你行政院長 不管是你任何的部會首長 選舉的時候 你可以搞網紅那一套 你可以來說 什麼按讚數 深夜直播 可以 這一些都是選舉的一個過程 沒有問題 但是選舉完之後 我都認為說 真真實實的拿出成績單 端出牛肉 這才是民眾要看到的 什麼叫做網紅 說一個沒輸贏的 網紅就是每天PO影片之後 再看那個數字 按讚多少 分享多少 有沒有人留言 那這一則留言 這一則貼文 有沒有比上一則貼文 更多按讚 更多分享 更多留言 那上個禮拜 有沒有比這個禮拜更多 你就會每天都去比較那些數字 而且再說一個比較貼切的 網紅因為按讚 因為觀賞 因為分享 是有錢賺的 你知道網紅是個職業 你今天的院長如果說你念字在字 只為了說按讚比較多 分享比較多 留言比較多的話 那你就是變成是一個潛諜式的 藝人式的一個比較膚淺的行為 你就沒有辦法好好坐下心來思考說 到底整個國家方向是什麼 所以真的奉勸行政團隊還是要回歸根本 不要再搞這樣的一個花招 我很真的希望劉毅德先生 吳毅正先生 侯孟改先生 年底都參選立委 讓不同的選領進立委 我零也相信他們的說法 目前台面上的油條們 坦白講 我都害逃了 為什麼呢 當選就停止競選 這是彼得杜拉克給美國總統建議的第一課 韓市長你還在選舉嗎 靠愛河是什麼東東啊 我說啦 你就找太陽花劇團來演就好了 不是還 你們還找素人來跳嗎 同樣的 蘇院長選舉結束了啦 還在做直播嗎 同樣的 蔡總統 把市營做完 要做對 要做正確 做更好 不斷突破表現傑出 不是做完而已 世道老話 也許叫你退選 講太久 但內容是沒有錯 好好細讀這四大佬的內容 彭文明先生他們的政言 講得非常好 好 人民對民進黨 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你們還在同文城 是對你不信任 我坦白講 我非常清楚 同樣的 怎麼黨產會到來自帛琉考察呢 你說我不會生氣嗎 黨產會出現絕對跟我 至少我有百分之一功勞 總有吧 有沒有看我20152016吃的兩年歸零糕有沒有 好 我要做這個結論 市主人嘛 看起來蔡總統會拿到黨內門票 看起來我也不知道了 我們就留在這個 應該是相公就馬了 不要講 不要談了 吳王朱是誰不知道 第三司令 柯文哲市長 這應該是還在觀察啦 但是他的柯粉啦 他的什麼柯 柯 玉勇軍啦 柯友都已經在動了 他政言不是成立戰情室嗎 國際政經戰情室嗎 那不是要選了嗎 好 這位 台派陳永新建議郭貝宏先生參選 我講為什麼特別指出這一點 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 設計改革 黨產歸零 坦白講 兩年來通通交了白卷 通通交白卷 於是我把議題重新改了 這一份 今天晚上八點鐘 一定放在總統跟蘇院長 跟陳副院長桌上 蔡總統 蘇院長 陳其外副院長 金融改革的第一步驟 請立即將趙豐金 董事長張照順開革 表達洗錢 皇制的決心 看到了齁 你們明天早上進辦公室 我會透過總統府的核心幕僚 以及陳其外副院長 分別放在蔡總統跟蘇院長 你們的辦公桌上 這張紙 如果你們不回應 我現在公開講了 如果不回應 我唯一支持絕對支持郭貝庸先生參選 聽到了沒有 我已經做了註解了 我唯一支持絕對支持郭貝庸先生參選 因為民進黨我沒有寄望了嘛 失去信心了嘛 如果連最起碼的 私改金改稅改黨產都供估 那憑什麼要讓你言論呢 蔡總統 我不要讓世道的講那麼重話 但是我支持郭貝庸先生總可以吧 至少郭貝庸先生跟我從台大到現在四十年交情 他至少告訴我有一種更高的忠誠 the higher loyalty 國家利益 人民福祉 台灣未來 只剩的未來 這才是我要效忠 要忠誠對象 大家互相勉勵 謝謝三位 謝謝